哈哈哈 大家好 欢迎回来梦向编辑部的《笑声芒似闻》节目时段 本节有我许刘生 还有新西兰意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梦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部 再加上晒冷氣都需要大家的訂閱、點讚、分享 最重要是多點回來欣賞節目 多謝大家的支持 關於山頂、盧吉道禁區的那一段窄路 給了一架黑色豐田的貨車 由11月16日下午2時 開始頂到通宵 一天的光景是24小時 終於離開這個位置 看到很搞笑 攝氏的司機我們還看到畫面好像巧威威那些 還笑得出,挺樂天的 真的樂天 否則可以怎樣呢 我覺得也算是這樣的 唯有苦笑 整個車頭成這樣 嘩 真的 哎呀 你看見也痛 椅子的車痛 爆來爆去都出不來 我覺得有點離奇 為什麼可以進去就出不來 不能退出來嗎 我不太明白 唐仰說了一個開車的重點 你怎樣轉進去 其實你可以怎樣轉出來 會不會是他心急想轉出來的時候 就扭錯角度 或者扭得太過離譜 所以就一下子 一聲就倒進去 然後搞來搞去 原來又要拆了盧吉道的鐵欄 就要幫幫他 不過就算拆了他 也搞不定 也要有些時間 才能夠掉到頭 出得回來 很搞笑的一點 他這樣堵住了盧吉道 那條有欄杆的山路仔 假如你真的走開山 你還會不會去呢 不會去吧 原來有很多人都會走去 我初來以為走去打卡 就拍這輛車怎樣爛 原來又不是 原來那些人 雖然窄得出不回來 但可能有些邊邊 都能夠被一個人 很窄地經過 那些人好像當了他 故意去看景點 然後再攝攝攝攝攝攝 去繼續上山 展開山路 還是怎樣 我們昨天看到有一段影片 或者有一些照片 就在第一城 挑戰別人的10秒鎖車隊 就是林寶 你這麼喜歡就走來這裏 好嗎 是呀 你也要塞 不要上來這個位置塞一下他 這樣就說你厲害了 是呀 塞足24小時 更多人來看 這個挺有趣的 我看到這個司機也挺有趣 我看到他簡直是全城關注 究竟他怎樣出得回來 究竟他能否出得回來 司機會否留在山上24小時 應該不用的 可以離開一輛車 去廁所也好 買點東西吃也可以 據說警方當時也了解 我記得把通告在車前 警察已經得識這輛車放在那裡 而且因為塞住了 出不了他 所以就只能夠等其他的幫助 警察是知道的 所以他知道 司機是有離開的 肯定有的 否則他怎樣生存 沒理由在車上等那麼久 都要去廁所的人 是不是 山邊 山邊解決 挺有趣的 人們這樣攝過去看的時候 裝車裡面是怎樣的 千萬不要拿來當紀念品 這些是玻璃碎 拿來當紀念品 是呀 特意拍一下 而且你明知人家塞住 就要硬是去過一下 哎呀 頂頂共 你有看新聞的 或者你轉去其他地方 行不行 如是者這件事 警方就列了求警協助 剛才唐映說 貼了一些字條 車頭車尾都貼了 挺貼心的 是 再者 也有路政署幫助他 拆鐵欄 容易一點 不過都要看著 否則整個房間衝下山 糟了 接下來都要收回錢 拆鐵欄的費用 嗯 為何有沒有手足 上去幫他拆 他們最厲害的是拆鐵欄 可能他不懂手足 不懂嗎 是的 我們看看這位阿哥 他就是 他的樣子 似乎 就是南亞裔的人士 不知道他對於廣東話那方面 有多了解 還是聽不聽得到呢 因為看到有些山上的跑友 他說 唉 我跟他說了 不要再向前走 一早退 你還可以救 不聽我說 還是要向前走 我看見那個阿伯也有這麼一年 不過他又穿得很威風 很帥氣的 跑手那款 戴太陽眼鏡 也有些肌肉 肌肉 大大隻 他說 叫他了 我們兩個叫他不要 他不要再走 前面越來越窄 他說車上那個阿哥 現在我們看到了 這是其中一個 其實還有另一個 他說 知道了 知道了 然後他 他說 前面很窄 知道嗎 知道了 然後他說 咦 為什麼跑了一圈回來 看到他還在 看到他還在 看到他卡住在前面 當時已經有很多玻璃碎 所以說 有一個位置可以調頭 究竟他聽不明白 還是怎樣 他說 知道了 只說來講 知道了 即是不懂 這樣 會不會呢 有可能 看來 可能就是不懂 不懂聽 所以搞到 今次這麼大頭蝦 是啊 他自己都說是車主 本來想著送一批衣服去盧吉島 其實是否送給一些富豪 哦 這層 住得在這裡 應該都是非負責位 是啊 因為那時候 我還記得 有個朋友 他家裡很有錢 就住這裡 類似附近那些 哦 有司機 因為這些山上 是比較難生活 他會打電話給司機 你跟我去買兩包維他奶 再加一個七仔的吞拿魚包 上來給我 哈哈 哈哈 他們的生活是這樣 所以你不可以難怪 少許東西 他覺得不方便 還有司機 有錢 出入方面 突然口癢 想吃這些 而且這樣叫司機來買 是挺過癮的 隨喘隨喘 因為那些小貓不會跟你上來這麼遠 除非你先交換 而且又不過癮 自己司機 穿得漂亮的小貓 奇奇莉莉 這樣就可以了 無論如何 這個景點就算了 不過有時候 有時候人是衰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有些人在超市 明明在收拾貨 在堆穿米 或罐頭 在收拾東西的時候 路就變得窄了 人家特意地去擠過去 摺摺摺摺摺 人家在收拾貨 只是想要阻塞吧 你去著我 你就走到另一旁 給個方便 有些人就是自私 那樣就會做東西 這樣奇怪 有些更有差的 可能放退一些貨 我都看過 自私怪 很討厭 我看過就見過那種人 那根本就是人 這些情況我小時候也試過 我還記得放了幾盆雪碧在地上 有些準備 那時候不是六罐 有個膠帶綁著六罐 以前好像有沒有紙盒 開始有紙盒 紙盒就有半搭半搭上去 有個七家一婆 她說想在我附近拿些東西 我說你不要踩到汽水 我這樣跟她說 她兜腳踢到那盆 她覺得不奮氣 踢到汽水管 誰知汽水管爆開 炸到雪碧 哎呦 心都涼了 冬不涼嗎 冬不涼 不過我的心很涼 哎呦 真是打開你的心 不過也有一點點射到我 我不介意 最重要射到她 她做一些低能的事 唐燕剛才問了一個很好的問題 是不是有得賠的呢 叫她賠錢呢 假如她沒有領開頂頂的池 那個過染 而那罐汽水是破裂了的話 是可以向汽水公司退貨的 哇 這樣就很棒 千萬不要想起這些壞事 我沒有教你做壞事 你自己想的 好了 說這個司機 就帶到汽水的問題 好了 偷人的汽水喝就不發行為 我們說另一件不發行為 你們這陣子被警方插得那麼緊 你還敢開檔 是不是有帶老人上班 雖然這些人上班也不知道是否叫上班 大家都知道 這個黑幫方面 近來警方都叫做連番拘捕 過百游 有些頭目還是怎樣的 太囂張了 囂張過什麼 原來他們有一個是新Beyond的 在油麻地 一個4000呎的非法賭場 你不要再大一點 4000呎很大 本來是不是D場 改組D場沒得做 立刻就拿了工具出來 開賭 是不是這樣 可能是 但他們的賭場也挺即興 一張像布仔那些 蓋上去 但是全部印刷 臨時的東西 好像淘寶那些玩具 有些是 好像淘寶那些 給你一個格子一層層 擺籌碼那些 那些布 大小 輪盤 那些 我相信都是淘寶貨 全部都很簡陋 很簡陋的 桌子凳凳凳 這樣都已經找到食 找不找到 就好像蠻蠻蠻的 弄到4000呎 看到警方來 檢獲了大約60萬現金 拘捕了19男26女 20歲 就知道68歲都有 一男一女就辭傷 可能是保護者 有趣 為何說他折舵呢 又做了VIP 因為上下兩層 VIP就在上層貴賓廳 賭下息保中 發家落 下面那層 就麻將 警方去到的時候 差不多 台台也坐滿人 你才只有60萬現金 不要少些 很少錢 你坐那麼多人 這麼少錢 那些人 那些人 加起來 假如你拿60萬出來 給那些人的保釋 都不知得了 真的 笑爆嘴 這個是相當低能的事件 可以看到 現在做黑幫這些明日職業 夕陽行業 真的很慘 沒有肉食之餘 還要被人拘捕 算一下 這裡有19男26女 總計有45人 45人60萬 大約每人只有13000元 平均 普通打壓衛生麻酒就算了 拜託你們這些白癡 扣水箱和職員 很少 真是慘 很明顯 我都說過 搞非法賭場是很容易出事 因為 人多口雜 就很容易有禍 人多嘛 對 如果有些 遇上壞人 沒什麼品的賭客 來到輸了錢 就獨立費 就這樣 報王 是呀 我輸了錢 輸了兩百元 然後報王 張良 趕我走 電磨孔 一鋪都拉你 厲害 厲害 好 還要叫昨天贏了我 那些 走去賭 等警方拘捕他 一個跟一個 男左女右 手放肩膀 前面的肩膀 一個跟一個 上車 乖乖的 這些就乖乖的上車 看到政府方面 最近有件事 有件事 有關於黃馬 好像我跟台洋 都比較容易回到香港 有時對於這些政策 被動核查 那些很高 現在來一個 叫做 巴黎鐵塔 反轉再反轉 政府版本 就是什麼 政府黃馬 就是反轉再反轉 黃馬 都可以去冰場 戲院 等等 因為 被動核查 還是怎樣 因為 本來 不准飲食的戲院 還有需要戴口罩的冰場 就改為被動核查 即是黃馬 都可以進去 其實我對於什麼被動核查 我都覺得很離奇 不如你說准他入算 准他在裡面 究竟怎樣怎樣 去到16日的晚上 還要是晚上那一隻 10時10分 不行了 撒亭 距離新措施生效 都不夠兩小時 假如 戴吉利時 我買了那些通宵牆 怎麼辦 這樣啊 真是難搞 怎麼辦 不行 又麻煩 會不會呢 這個就離奇 假如旅客來 不可以提 為什麼 這個就 不知是怎樣 看到現在不是張竹君醫生 就是醫務衛生局的副局長李夏欣 昨天被傳媒追問的原因 這樣很混亂 是會令市民覺得很混亂 沒辦法 市民真的不太懂得分 哪些是主動核查 哪些不是主動核查 他說為什麼這樣做呢 避免市民混淆 不是吧 這樣我還混淆 所以你修改那個安排 為什麼問到 就是最後一刻才改呢 他說 新一輪的放寬措施 就在昨天開始 所以開始前 說清楚 你這樣調來調去 就更不清楚 其實大家已經很靈活走位了 本身都已經 然後 把這麼複雜的事 搞到這麼複雜的事 他說 很簡單 如果屬於高風險 即是需要脫口罩 做運動 飲食的地方 就是屬於主動核查 這樣就說了 現在的安排 就是避免大家有什麼混淆 業界會運作更暢順 但不是 我看到那些 戲院那些 嬤嬤聲的 邏輯很簡單 不夠暢順 所以又是麻煩的 對於這些疫苗通行症 或者你其實可以直接說 現在就不需要查 黃馬都可以進去 你這樣說就好些 即是你說 黃馬被動核查 什麼主動核查 那些人就會想 究竟哪些可以 哪些不行 就是 戲院不准飲食 那些 究竟是怎樣分 很多都變得很麻煩 又要自己看來看去看去 為什麼市民這麼猛 就是這樣 當然 都未到說 好像海豬區那些 這麽大件事 就未到 因為始終 香港來說 對比起海豬區 現在 即是內地方面 都算是好很多 雖然現在有些不方便 不過也不要太生氣 是嗎 是 大家都繼續忍耐多一會 我相信這些政策會越來越鬆 是 或者政府方面 都不要搞那麽多這些名詞出來 因為我要根據你每一個名詞 就是 主動核查和被動核查 我都要想一想 究竟是 怎樣 是為之主動和被動呢 還是怎樣 如果我在被動核查的時候 查到什麽 會不會有什麽的刑責呢 我主動核查的時候 當然就容易很多 但是你說被動呢 究竟我會不會被動被捕呢 或者被捕被罰呢 又很亂 聽到 其實大家都願意去遵守 只不過我要知道 怎樣的情況下 我會是違規 還是怎樣 就會好一點 如果你出一個新的名詞 大家要理解那個內容 理解那個內容之後 要了解那個佛則 怎樣去遵守 要看哪些地方有哪些地方沒有 你自己設計出來的 你創出來的 你當然是最清楚了 市民不清楚 希望多站在市民角度看看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